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们讲应遵循的规矩 就是对峙法 我们认识到家庭的姻缘 相貌 我们怎样有所遵循 改变这种被动局面 现在我们往下说 以示无论是父母 兄弟 姊妹 丈夫 妻子 儿女 作为亲人 都要各尽己愤 有所遵循 即辱教所谓 要父慈 子孝 胸宽 地眼 符合 符顺者 事业 这就是说 做父母的 对子女 富有 抚养 教育的责任 必须 认真 履行 要为子女提供必要的 衣食住的生活资料 令其能正常健康地成长 但要提倡节俭 不要奢华 浪费 只一菜一米 来之不易 要背家珍惜爱护 同时 要教义 孝顺父母 尊老爱幼 文明礼貌 规矩言意 尽自己所能 为他人做一些利益之事 从现在起 我们就说一说 这个一家亲人 父母 兄弟 姊妹 妻子 儿女 对不对 那么所应遵循的 规矩 规凡 法则 道理 如果这一家人 都能各有所遵循 那么这个家庭呢 就会和睦 和谐 就能想到一起 说到一起 做到一起 这样的话呢 就能难乐幸福 那在我们世间书呢 就能难乐幸福 避免 避免 为这减轻 做乐业苦淹 苦恼的程度 所以要想好起来 必须有所遵循 现在呢 我们就讲一讲 父母 兄弟 姊妹 妻子 儿女 所应遵循的规矩 规矩 规凡 法则 和道理 以示 这句话 我们前面讲了 我们第一个讲的是 我们对家庭现状 因缘要有一个正确印识 是烦恼 斗际之处 大家苦得不得了 所以呢 我们验识了以后 我们就得想办法 有所遵循 改变这种被动局面 使我们走出困境 这一家亲人呢 能够安乐起来 这以示啊 这两个字 就指在我们前面讲的 就是我们讲的 家庭的因缘 状况 我们这一家呀 父母是长上 那么兄弟 姊妹 丈夫 妻子 儿女 不外乎是这些人 丈夫 妻子 儿女呢 子子 孙孙 一般都是一家 老少 三倍 无论是谁 凡是这个家庭的人 作为亲人 大家看这个字 亲人 我们世间说呀 都是骨佑之亲 那么都是一脉相承的 父子 兄弟 姊妹 丈夫 妻子 儿女 那么亲人呢 就不是两旁世人 这两旁世人呢 是个世间化 这亲人和两旁世人不一样 就是不是旁边的人 两旁的世间人 就是我们一间人以外的人 我们就称为两旁世人 我们就称为两旁世人 以我们两不先干的 两不先干的邻里同志 过路人 有了战难问题 那叫儒教说 我们还得给他排难解分 使他出库得乐呢 何况我们亲人呢 更要各尽几份 既然是亲人 都要各尽几份 做父亲的 要尽父亲之份 你在父亲这个位置上 你的责任是什么 你应当履行 做母亲的 处在母亲份上 应当尽母亲之份 你的责任呢 应当履行 还得验证履行 作为兄长的 你在兄长的位置上 你应当尽你的兄长之份 你不要管你弟弟如何 做弟弟的 你不要管兄长如何 你在弟弟的位置上 你要尽你 做弟弟之份 做姊妹的 做丈夫妻子的 做儿女的 做儿女的都是如此 我们说各尽几份 我们说各尽几份 不管子孝不孝 父亲的 这个一定要辞 要慈悲 佛养教育 这是我们的责任 必须验证履行 子孝不孝 我们这个心各不相待 父亲尽到 抚养教育的责任了 尽心未有功 就拉倒 他不孝 由他负责 我们该做我们的正事 做我们正事 不要因为子孝不孝 你那个父亲的 就跟他对立分争 斗烂两败俱伤 互相解业 将来苦得不得了 不管父亲辞不辞 总言不抚养教育 我们作为子女的 我们要尽子女之份 也要孝顺父母 也要奉养 父母去世了以后 我们要祭祀 这都是人间善法 一代一代相存的 不管兄长 宽不宽大 我们作为弟弟的 一定要和睦 不管弟弟如何 作为兄长的 那么一定要宽大 胸宽地隐 所以丈夫呢 妻子子女 都应当这样 我们说的各尽几分呢 就是你不要管他了 你处在什么的位置上 你要尽职尽心尽责 就拉倒 你也管不了他 但是只要我们尽职尽心尽责了 那么有心者 都有灵智之心 自然的能感化他 使他欢喜生善 去掉过能 正在感化 不要计划矛盾 我们说这个各尽几分呢 就是这个意思 你不要管他尽不尽分 你要尽你的分 就完了 不但一家人 我们世界人之间 邻里同志朋友 包括两方誓言 我们呢 也要尽我们做人之贩 不做入过得 不危害自己 不危害众生 尽自己的能力 去给众生盘难解分 拔苦兴乐 这就是尽我们做人之贩 何况我们一家亲人呢 更应当如此 我们说各尽几分呢 是这个意思 各尽几分呢 是无条件的 说我得等到他尽分 我才尽分 大家说行不行啊 不行 对不对 那谁也尽不了分 他不尽分 你也不尽分 矛盾加深 他不尽分 你尽分 都把他赶化了 他也会尽分 大家说对不对啊 对 这样才能行 他能和睦 和谐 难乐 要有所遵循 有规可循 有具可导 有理可从 不要凭感情血气 颠倒忙干 贪嗔吃性 我们说的 这是儒教的思想 也是佛陀的教诲 佛在经历 也是这样教诲的 如果我们实行了 我们做人就容易了 如果不实行 做人就难了 那么既儒教 所说的 不单儒教说 佛教也是这样说 我们打开佛经以后 我们就看到了 佛对父母兄弟 姊妹妻子儿女 都有所论述 教诫 做父母的应该怎样 做兄弟的应该怎样 做姊妹的应该怎样 做妻子丈夫的应该怎样实行 做子女的应当怎样实行 都有明文类数 所谓要父持子孝 父亲一定要慈悲 因为是自己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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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人 富有 扶养教育的责任 两个方面 一个是扶养 必须的 另外呢 实际上的教育 长大成人 世间人的思想 说为了继承家产 家业 主宗呢 有所祭祀 另外呢 香烟不断 子子孙孙 乳教啊 以这个为孝 所以父亲必须慈 作为子女的呢 必须孝顺 那么兄长要宽和 弟弟要隐暗 你看我们现在世间家庭 过去都是四五个子女 七八个子女 回着十几个子女 现在就一个子女 回着两个子女 多第三个 子女之间呢 兄弟之间也互相纷争 打仗 谩骂 都是因为没有所遵循 对不对 所以呢 兄弟要宽和 弟弟要隐暗 不管兄长宽不宽和 弟弟要隐暗 那么呢 不管弟弟隐不隐暗 兄长要宽和 感化 不在经里说吗 怨怨无休止 互相怨恨 没有休止 怨怨无休止 自古有释法 自古以来就是互相怨恨 没有休息停止的时刻 那么佛告诉应该怎么办呢 那么不愿能圣怨 此法终不求 不互相怨恨 互相感化 那么这一法呀 各不相恨 这就是说呢 做父母的 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责任 对不对 那么做父母的既然啊 生育子女了 你不抚养教育 谁能代替你去抚养教育 所以做父母的呢 还要有个生计 或者种地啊 或者做工啊 或者经商啊 得付出辛苦 取得医师住的生活资料 来维持一家人的 正常生活生存生喜 不要懒惰懒散 游手好闲 无所作为 我们不求大富大贵 最低我们得维持 我们正常的医师住啊 这就得付出辛苦 不要光顾自己 贪助世间 而要把这个心念放在 抚养教育子女上 有抚养教育的责任 这是我们的责任 推卸不了的责任 必须印针履行 不要应付了事 应付了事啊 这孩子就不能健康成长 也不能长大生人 最后你麻烦 另外他也是众生嘛 亲人也是众生 第一个啊 要为子女提供必要的 衣食住等生活资料 对不对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佛在经里说的非常明了 对子女啊 要佛养教义 和儒教说的是一样的 生活上要提供 必要的 大家看这两个字 必要的就是说 那些不必要的 那么就不用了 对子女健康成长 长大成人 没有利益的 都不用 必要的呢 就是 衣食住 这三者 因为不吃饭不行 不穿衣不行 那么不住房不行 必要的生活资料 你像什么抽烟喝酒 吃幼了 种种啊 贪住 饮食了 那就不用 那样会养成一种 恶习嗜好 坏习惯 我们说佛养教育啊 就是它正常的啊 那么生活 成长 必要的 衣食住 等生活资料 那么令他呢 能正常的健康成长 这是父母的责任嘛 必要就是必须 需要的 不需要的那些啊 扑张浪费 那就会给这个孩子 浪费这种好习惯 看起来是个生活小事 实际呢 是个人生大事 所以童子说嘛 习向近 习向远 人之出 性本善嘛 都是熏习的 进朱者红 进密者黑 如果我们对子女总 娇生惯养 他想吃这个好的 就给他买这个 他想吃那个 就给他买那个 你不给他买 他就生气 他就不满意 都和你啊 对立 甚至结怨 这样的话呢 啊 这个阿习啊 嗜好越来越严重 引致出 性本善嘛 习向近呢 就是说 我们让他提供啊 必要的生活资料 衣食住 就行了 让他学检浮啊 知道吃苦爱劳 这样就和善法近了 如果我们浇灌呢 厌意灰火 那么就和我们善法呀 远了 这不在日常熏习吗 你浇生惯养啊 厌意而行 养成一种恶习嗜好 必要的 衣食住等生活资料 不能说 他要看电视 你就得买电视 愿意的买照相机 就买照相机 愿意的买录像机 就买录像机 都现代化了 那也不好吧 但没有必要 不但没有利益 而且都是伪害 才浪费钱财 我们说这必要的生活资料啊 对他成长 有利 对他成人有利 但要提倡节俭 不要奢华 有的小孩专门愿意 吃好的 吃一般的饭菜 他就不满意 他不能随他这种网响习气走 和大人吃一样的 粗茶淡饭 宴年一寿 别吃鸡鱼又淡 别喝酒 别抽烟 但幼者多病嘛 所以呢 我们要也教育他 能常灾素食 我们心呢 没有危害心 祥和了 我们精力充沛 身心健康了 除上的血釉 尸体都是毒 都是菌 吃进体内 发作 多长那病 佛说 但幼者多病吗 吃呢 粮食 蔬菜就行了 这样啊 你对子女真是 真实的关怀 不要奢华浪费 只一菜一米来之不易 小学为什么学这个古诗呢 说除和日当午 汉地和下土 随之盘宗餐 粒粒皆辛苦 就是要我们从小的时候 就知道一菜一米来之不易 都是众生的血汗 应当珍喜爱护 所以我们家长不教育 谁教育啊 对不对 不要把饭扔掉 也不要糟蹋 看起这小事啊 这都是抚养教育 长大成人的大事 这是抚养 另外还得教育 同时要教育 孝顺父母 父母的恩德 尊老爱幼 老人 我们要尊重 尊敬 不要看不起轻慢 爱护幼小的 别打骂 互相帮助 看起这是小事实际是大事 习相近习相远嘛 如果我们这样教育啊 它能随分 它就和善法近了 另外教育 文明礼貌 别打仗 别骂人 别拿人东西 别看电视 别上网 文明礼貌 建造长辈的要称 大爷啦 叔叔啦 要有个尊称 告诉他呀 对年长的要有个尊称 对相等的也有个尊称 同学 朋友 对下辈的也有个尊称 别出口不逊 给他养成好习惯 文明礼貌啊 叫规矩言译 告诉他心里想事 口里说话 去做种种事 都要有规可寻 有具可道 有理可从 怎么想 怎么说 怎么做 发起善法 利益自己 利益他人 所以没有规矩不行啊 我们有规矩了 我们才能仁慈 仁爱 仁义 不要苟窃 不要做不好的事情 那么 同时教育小孩 尽自己所能 为家庭和他人 做一些有利的事情 学着做 长大 自然 不狭隘自私 乐于为社会 他人 做好事 对不对 这样呢 作为父母的心里也难灵 子女呢 也想和 下课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